继加沙地带和北部边境之后 以色列展开第三条战线 以军星期三从陆空两路向约旦河西岸 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造成至少1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联合国批评以军的最新行动 可能加剧当地的灾难局势 违反人权标准 但以色列表明 他们必须像处理加沙一样 来应对西岸威胁 约旦河西岸捷宁的建筑窜出滚滚白烟 星期三以色列军队在西岸展开 近这几个月来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出动直升机 无人机及大批军车 加工捷宁 图巴斯和图勒凯尔姆等 约旦河西岸城市 造成最少1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尽管以色列指出 这次军事行动主要是打击西岸的恐怖势力 针对的也是恐怖分子 但事实并不是如此 因为大部分死者都是平民百姓 同时路透社也证实 以色列部队进入西岸城镇之后 还试图围堵救护车 阻止医护人员前去战区施救 以色列外交部队进入西岸城镇的 特色是非常厉害的 主要特别的军事行动 事情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已经被人身上变了 在连接的军事行动 在连接的军事行动 在连接受新军事行动 在凌连接受新军事行动 在全部军事行动 在西岸城镇的军事行动 以色列外交部队进入西岸城镇 中央军事行动 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指出 伊朗正通过西岸的武装分子提供资金和武器 在当地建立对抗以色列的阵线 因此以军此次行动会摧毁当地与伊朗有关的基础设施 哈马斯说已经派员前去西岸和以军战斗 卡茨还强调 以色列必须向处理加沙战事的方式来应对西岸的威胁 包括撤离在西岸的巴勒斯坦平民 联合国人权事务最高专员办事处则认为 以色列身为加沙和西岸的占领国 不应该伤害当地百姓 连夜出动高强度火力突袭西岸 明显是违反了国际法 千亿的巴勒斯坦人也被批判了和被拒绝 侵犯了不忽略的选择状态 与他们的动力和表现的规则 和他们的家庭和家庭都被拒绝了 或被逼得被拒绝了 巴勒斯坦总理穆斯达法的办公室 在一份声明中说 任何对医院的入侵都是对病人 和医护人员生命的直接威胁 声明还说 以色列军队封锁了进入约旦河西岸的道路 并包围了多个医疗设施 和医院的交通 对病人的交通